接下来就是要做输出 但输出的话呢 里面就不是输出公式 而是直接判断完之后 把合格或者不合格做输出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至于说输出公式 比较OK呢 还是输出结果比较OK 这个我想未来你们可以按照自己 工作上或者遇到的状况 做弹性的调配 这个大家没有绝对的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输出的不是输出结果 而是输出这个 不是输出公式而是输出结果的话 那怎么做 首先一 一样切到那个开发人员的Videobasic 二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就是刚刚两个 两个SUB嘛 这两个SUB对应的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按钮 一个SUB对应到一个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怎么做 我想前面讲过我就不赘述了 自己再把它完成 加两个按钮上来 那再来我们要加第三个 所以做法一样嘛 你就把这边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SUB名称叫成绩好了 直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比较快 按个Enter就可以了 这边就有个成绩 对应到这边嘛 那里面的程式该如何撰写呢 其实基本上 它要做的事情跟这个输出公式有点像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来复制过来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后面的部分可能是合格 也可能是不合格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输出什么 我们切一下输入吧 OK 输出的话呢 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什么 合格 一个是不合格 可是问题来 我如果现在直接这样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直接输出 那变直接输出 全部都合格了 OK 我当然很希望说 你们期末的时候 我都可以每个都合格 每个都A好 OK是最好的 不过大家还是会有高有低 总之要有个差异 OK 所以要怎么办呢 做逻辑判断 所以你们的成绩怎么来的 不可能说我写一个简单的 全部都合格 全部都一百分 那很简单的吧 OK 那再来的话 一定有条件 有高有低 那怎么有高有低 特别注意啊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在这个 这个地方 回圈里面呢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如何加逻辑判断 第一个在for 后面的一行 Enter一下 按个Tab Tab里面的话 打一个一幅 特别注意啊 这个写法跟我们前面 好像有写过类似的 如果什么呢 如果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请你帮我把 对应到的 同一列的一栏的资料 这个资料 帮我搬到这边来 做判断 如果它大于等于60分的话 然后就输出合格 反之就输出不合格 程式该如何写 其实不难以写 一幅 特别注意啊 那这个储存格呢 就是什么 Sales 刮斧的I列的哪一栏呢 一栏 请你帮我把那个资料调用过来 所以它调用过来 对不对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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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两下 打一個Ls,反之,習慣是先打 再Enter兩下,打一個END IF 我的習慣是先把結構先打完 一定有IF,然後中間這個就邏輯 然後這個底下下一行就為True的時候 然後True的時候就把這一行搬過來這邊 記得按個TAB鍵 習慣因為它是在邏輯判斷的下一階 所以一般按個TAB鍵 如果它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就是合格 反之就是False的話 這個是True False的話按個TAB鍵 比較快的方法就是把這一行 複製到底下 這邊多一個字,叫不合格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把這底下 結構再讓它看起來完整一點 特別注意喔 以後請各位務必寫程式的時候遵循一個所謂階層的寫法 所謂的階層就是說 Sub的下一階就是False False有沒有 所以False是這一階 它一定是一個TAB 那If的話是它的下一階 Else EndIf 這第二階 在裡面執行什麼事情 這就是第三階 那每個地方前面都有一個TAB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加這個TAB不縮排的話 可不可以 程式能不能執行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那只是說呢 你不加這個TAB縮排 說真的啦 以後看程式會很累 而且寫錯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像有同學 直接就把它變成在一起 這樣子 程式能不能Run 還是可以Run 只是說看得太痛苦了 我每次看到這個 我一定先手動把它全部縮排 我再來看 到底 不然的話呢 你程式即便出錯 也不知道錯哪裡啦 因為你看啊 全部都擠在一起 那如果你剛剛有縮排的話 有沒有 你False就會看到NAS 你有False有NAS 那一定對的 後面的話跑幾次 這個也有知道 然後If Else EndIf 只要少一個程式都會出錯 OK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我先把它清除掉 然後再來的話 就輸出結果 有沒有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跟這邊一樣 但是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輸出的內容 就不會是在什麼 像剛剛的公式一樣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練習看看 把這邊呢 再增加一個Sub 叫乘七 那裡面的話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中間這個區塊 OK 請務必要熟悉 然後再增加了 然後再增加了 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 輸出為True就合格 反之就else 就不合格 最後一定要加一個EndIf 假設有同學 常常都忘東忘西 這個沒寫的話怎麼樣 執行 編譯錯誤 不过你会发现明明是没有end if 它却判断说有nest却没有fall fall不在这里 所以它有时候除错不见得是100% 或者是正确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再补一个什么 end if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再增加一个sub叫做成绩 这个成绩的话就有别于刚刚是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结果 直接就把合格跟不合格 直接就在VBA里面 用那个VBA里面的if 就先预先判断了 OK试试看